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这一小时的最正点来宾 我好想访问她 已经约要约了好久 今天终于非常荣幸 可以访问到台湾首位的女性树木医 张凤春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树木医张凤春 树木医 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对于树木医生可能比较不那么熟悉 但是我们现在都越来越清楚 树木对于环境 对于环保的重要性 因为我看到张老师 她的人生故事 她对于树木是非常非常的着迷 就是感觉树木 就是她疗愈的一个对象 那怎么样会踏上树木医之路呢 其实我当初到日本 去学习树木医这部分的专业 首先有分为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因为我承诺了我的恩师 我必须要回来台湾拯救树木 我也要必须要成为树木医 那再者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家乡 救很多的树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承诺 所以我踏上了树木医这条路 那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人 我喜欢的是树 所以我在路上我可能不会注意人 我反而是注意行道树这些树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我常常在想我救了一棵树 然后我们走在路上公园 会看到一棵树它很漂亮 然后这个树呢 在瞬间它就疗愈了我们 所以尽管我不喜欢树 但是我救了树 树救了人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 个人的树木医的想法 了解 就是张老师 她其实对于树木 有非常着迷跟执着的地方 因为您大学念的是日文系 可是你念日文系也并不是想要 什么当日文老师啊什么的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这个是一场意外 所以我觉得日文系到日本 就是成为一个工具 可以读一个专业 所以这20年来非常的辛苦 为了学习的专业花了很多时间 那所以每当我上学难过的时候 我不是去抱人 我是去抱树 就抱树 抱着树 垂着树痛哭一场 因为读得太辛苦了 而且还念到博士 对 念到博士 那个是像地狱般的痛苦 所以这个是不得已的 因为我们在旧树的时候 刚开始可能是治疗树木 但是进一个阶段就是 帮树找好家 那个就是环境工学 就是太阳 日照 风 水 这个是怎么一个循环的 才能够对号入座 喜欢风的 喜欢树的 喜欢阳光的 不喜欢阳光的 对 这些都不一样 那这些树呢 我们要帮它找一个安生立命的家 如果种对位置 它就不会生病了 所以我在台湾推行 所谓的试地试木 是这个概念 就例如说我们在家里 有阳台 那看阳光的方向从哪里来 适合种的植物也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非常的不一样 它的风是北风还是南风 它的日照是从早上几点开始到下午几点 那有些树它喜欢全日照 有些树它喜欢半日照 那像樱花很讨厌被风吹 对 那我们常常就 想要种一颗樱花就放到北边 阳台 结果樱花一直被风吹 吹到连花都不会开了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要了解 了解这个各种植物 各种花木它适合的环境 才能够给它一个好的家 对 不然怎么养都养不起来 对 没错 就是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讲说人生病可以看医生 动物生病要看医生 因为现在宠物医生也很夯嘛 但是树木 我觉得树木医生 树木医 真的对于台湾环境来讲太重要了 因为像我们 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这种树木 或说景观环境绿化的概念 还不足的时候 他对于树木的尊重都不够 对 没错 所以我现在常常在救树 尤其像小学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也在推广 让小朋友去爱树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去救树 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如果大家有基本 爱护树木的概念的时候 自然而然我就可以少救很多树 树最常生病的部分是哪里啊 应该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其实台湾呢 大家看到树 看到它长得不太好 第一个动作就是 它要不要施肥 要不然就是它要不要用农药 那其实真正树木 受到病害而死的状况之下 非常非常的少 都是被农药给弄死的吗 对 没错 可以这样讲 可以是被农药 要不然就是被肥死 怎么说 撑死了 就是如果人的话就是撑死了 撑死了 所以我们可能会不经意的说 我们要施肥施肥 那施肥过后树木就是虚胖了 那虚胖要怎么减肥 很难耶 树药虚胖减肥非常痛苦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我可以把它列为这两个概念 肥料跟农药 肥料跟农药 用错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湾 它的我们的国土是属于黏土 那黏土这个土是非常非常的黏 所以我们在行道处 看很多的树 其实基本上都是窒息而死的 应该这样讲 树的鼻子是在叶子 树的鼻子是在叶子 对 它的嘴巴是在根 所以当我们的土硬成这样的时候 它连吃都不能吃 就等于是老 老到连牙齿掉光了 都没办法吃东西一样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那么多肥料 就是给它吃满汉大餐 那这样想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不合理 真的耶 可是因为我们对树木的理解 跟学习太少了 因为台湾过去 大概这二三十年来 所有的大专院校 并没有这个科系 我们讲的是 植病系是作物学 作物学 情绩作物 要用很多农药 那这个是病理 那当然树木是百年千年的 我们没有这样的科系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专家 那当然现在讲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站出来说 我们植病也是专家 但是植病它会喷药 它对我而言 我把它列为农药行 你根本你就不用思考 你就丢个药出来 所以如果说以这个树木医的 这种对树木的深爱的话 其实很多的树木 它遇到生病的状况 可以不用农药去救它 当然 我在台湾救了阿里山的树 还有两千多棵 全部都没有用任何的 樱花吗 对樱花 完全不用农药 我照样救起来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还有一千多棵 所以大家误解了 严重误解 那不用农药 不能过多的施肥 那在治疗这些树的时候 每一个树的状况都不一样 像我们在检查一棵树的时候 大概老师您会先从哪边开始检查他的状况 基本上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他哪里出问题 望闻问切 没错 真的是这样 首先看他整体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树木医生执照 我还有一个执照叫 植栽肌盘改良师 也就是中医 我是中西医合并 所以我们看到树木 树体我们要修剪 我们称为树木医的西医 但是土壤改良 就像我刚才讲嘴巴刺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中医 嘴调理 所以我把中西医合并 再治疗树木 但我一个原则 尽量就是不杀虫 不用农药 不用肥料 完全就是让他的土回归自然 但是时间就各花有不同 但是不会 我们大概给有一年的时间 他就会恢复 有救不起来的树吗 很少 只要樱花经过我的手上 应该都死了也会活的 就算他要死 我也要想办法留下他第二代 像阿里山就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里山的树已经百年了 很多都老化 得重病 他要死之前 他一定会留下他第二代 他用母爱的 真的 是的 他用母爱 所以我上次去阿里山勘察的时候 很多树他要死之前 他临终之前 他在他脚下长出一个小苗 我去看的时候 这个老树他告诉我说 你可不可以救我的下一代 我把我的营养树送完毕之后 我就走了 哇 好感人哦 是 这感觉可以帮树拍一部电影 就是说 因为我们平常对于这种树木 或对于植物 其实学习的真的比较少 但是因为像这个 詹文川老师 对于树木 感觉就是 每天要一起合作的伙伴 所以你会感受到 他们是很有那种情感的 对 所以我看到阿里山的印花 所以我很不舍 因为当我听到他们传达的讯息的时候 我只能说 好吧 你赶快把营养树送到你的下一代 我们就养你的小苗上来 所以就养小苗 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预计 十年之后的阿里山 哇 可以期待十年之后阿里山的樱花林 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所谓的女性树木一 沾粪圈老师 马上回来哦 欢迎回到 今天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 非常的精彩 邀请到台湾首位的女性树木一 詹凤春老师 大家如果在新闻上面 有看过詹老师的故事的话 你也会对于他 爱护树木的这种执着 是非常感动 那老师也在台大景观系里面教书 可是景观系跟老师做的树木一 又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 完全不太一样 他们是以原意为出发点 美观 对美观 就像日本原意造园的那种 但是还不至于教到这么精细 但是因为学校 我自己带的学生 我会要求是地是木 也就是学生分组讨论 你现在在这一块地 你要规划怎样的树 然后学生讨论之后 我会跟他们分析 每一种树的个性 有些树喜欢水 有些树喜欢黏土 每一个树性都不一样 那这样的课可能只有在台大 我在开而已 那像台湾最常被种的树是什么树啊 台湾最常被种的树 很多 如果人形到上 人形到上 因为有台湾自己政府有一些法则 规则 有限定的一些树种 但是如果要说台湾现在大家喜欢种什么树 应该是樱花 因为樱花很漂亮啊 你试到了春天的时候 对没错 对可是樱花很难照顾 对大家都觉得很难照顾 但实际上樱花只要你了解它 你会很好照顾 樱花的习性是什么 樱花的习性她喜欢干爽 她很爱干净 而且她喜欢人家呵护她 照顾她 爱她 跟她讲话 跟她讲话 是 真的讲话 对所以我把樱花列为 娇贵小公主 所以樱花是娇贵小公主 对对对 她需要这个干爽干净 对 她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就对了 对没错就是 她就跟日本的女生的概念是一样的 但她不适合什么环境 她讨厌湿 所以台湾大家都觉得 我要种到一个很阴暗的环境的时候 阴湿的时候 它就会受不了根就烂掉 她喜欢排水良好清爽的地方 排水良好清爽的地方 对 那其实我碰到很多景观叶子都来问说 老师其实我种的樱花树为什么都不开花 很简单因为你把它的花芽都剪掉了 樱花很讨厌人家剪它 不能去修剪它 不能修剪它 除非必要 就是烂掉所以能修剪 但台湾人对这一部分可能理解还不够 而且剪的位置都剪错 哇 对 她应该从关节的地方剪下来 但台湾大家可能就从 那个肚子中间切下去 然后就从那边开始烂掉 哦 对 那她如果 如果以阴化来讲 她烂掉的话 可以救吗 可以救 要外科手术 就是帮她把烂掉的地方切掉 切掉 然后把她的伤口修整 让她自己能够愈合 那伤口修整需要用什么药擦它 要要要 愈合剂啊 就像我们擦药的那个伤口愈合那种概念 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难怪刚才詹老师说 没有救不起来的树哦 嗯 但是就是要给她一点时间 要给她一点时间 而且要对 而不是靠着农药或者是肥料 那个是不切实际的 哦 对 那像老师你刚刚讲说 最娇媚的花就是树 带樱花树就是娇媚漂亮的美女 那什么树是 在什么环境都可以长的 龙树 龙树 因为龙树有气根 哦 即使你把它的根切掉 它只要靠着气根 它也可以活起来 哦 在我们的眼里 基本上龙树是很适合台湾的 就是龙树在哪里都可以生 对没错 那它怕水吗 它不怕水 它喜欢湿 太干它会怕 太干它也没关系 因为台湾的湿度很高 哦 它可以靠气根去抓空气中的水分 所以它可以在台湾无所不适应的 龙树 对龙树 是蛮适合台湾的环境的 最适合的 哦 像那个 在天母那个中层路啊 两旁就会有那个 台湾蓝树吗 蓝树对 蓝树它有什么特色 蓝树基本上 可能中南部长的会 更大更漂亮 那这个树有一个好处 它不太喝水的 哦 所以可以少量的水 它就可以长得很漂亮 哦 对 因为有些像 那种人爱路上面 或是东华南路上面 的人行道上面的树 嗯 大概都是什么树啊 都是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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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树也是好相处的树吗 嗯 张树在台湾是非常好照顾的 因为它也喜欢湿气 哦 而且还可以适应台湾的黏土 黏土 嗯 所以台湾的黏土的意思是说 台湾的土比较硬是不是 对没错 不较硬 哦 哦 而且张树越大越好移植 小苗不好移植 大苗大棵的树就很好移植 哦 所以比较好照顾 那如果说像 现在有很多的那种 呃 豪宅啦 房子啊 他们其实就觉得说 有树 它其实是可以把整个 整个社区 或者是家的氛围都提升嘛 嗯 就会种树 那有些就是会去 买那种大的树 然后来种 是 那一般来讲 就是如果是在社区 或者是家里种的那种树的话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呃 一般来说呃 比较大的树 台湾的树 都是属于水平前根的 也就是它的根会浮在地面上 嗯 那浮在地面上的时候 它就会把别人家里的一些结构破坏 哦 所以呃 如果种樱花勉强还可以 但是如果要种到大型桥梦 你就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嗯 确保它的生存空间 你才有办法养它 嗯 不然它会 它会穿根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对 那它也不是故意的 但它是没有办法 哦 它也不是故意 它也不愿意这样 只是说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量到它的生存空间 哦 那像有些什么室内盆栽啊 室内树那些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室内盆栽基本上不用 但是要定期换盆 因为养分会随着你浇水的时候流失掉 那所以你定时 你要一直慢慢慢慢给它越来越多的土 哦 对 这个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对啊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对 都没有注意到 就觉得怎么突然就死掉了 那像有人说什么拿什么咖啡渣啦 拿什么蛋壳啊 什么去当它的养分可以吗 当然不行 不行 因为有些是没有发酵过的 因为我现在在学校也好 还有市政府这些教科 我在教自然农药 就是采了哪些草 然后煮一煮之后浇灌 它就可以变成 对变成它的中药 所以像我们在松树也要定期喝中药 如果像黑松 红松这些午夜松 对 定期喝了中药之后 它叶子就非常的绿 长得非常的旺 所以我很不愿意使用我们所谓的农药啊肥料 用自然的方法 用自然的方法给它给时间 对耶 但是像刚刚讲的用了咖啡渣 那些都没有充分发酵过的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在花莲要处理一棵凤凰木 结果就跟学校讲说 你们要准备一个牛粪堆肥 结果呢这群工人居然 隔天一早看到我说 老师 我早上四五点特地去那个养牛牛厂 挖了它的粪过来用 纯的而且最新鲜的 早上刚拉出来的 可是我不能用 因为那个没有发酵过 那如果我们埋在土壤里面的时候 它就会继续发酵 发酵就会产生热嘛 这个时候就会把根烧坏掉 然后那个树的嘴巴就烫伤了 它就没有办法吸收水分 所以要发酵过的 对树的根才不会 对才不会烫到它 对 所以我们仿经听到一些 有的没的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什么咖啡渣啦 什么蛋壳啦 没错 这都不能这样用 基本上是最好不要用 放蛋壳是一种习惯 是很好是没有错 但是那可能是为了美观 这个我不予置评 但基本上它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功效就对了 它不会成为它的肥料 好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树木的时候 可以从哪一些 就是它们的特征知道说 这树可能有点生病了 就不要到它病入高荒 就是它有点生病 可以看到迹象吗 看得到的 我们常常行道树也是 它如果从头开始凸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根已经干掉了 头开始凸的时候 对就是叶子从头开始一直掉掉掉 掉的差不多光的时候 这个就是代表它的根系受损 对 但是一般我们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们因为都太不了解了 对啊 我们通常都是要到死掉 半死不活的时候才知道 这棵树好像活不了了 对 但是台北市行道树 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除了榕树以外 因为榕树就是在什么环境都可以呼吸 对 一般珍贵树种是不可能的 放在行道里面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树在台湾是很不容易生存的 应该是说温带的树种是比较困难的 像我们如果强硬要把东京的樱花搬来我们的市区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养不活的 绝对养不活 哦 因为它有温度上的限制 了解 所以我们台湾的樱花跟日本樱花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台湾的是粉红色深粉色的那个三樱花 那日本是白色的 那只有阿里山在种 那老师您说你旧阿里山的樱花林是这种树 这种樱花吗 都是温带的樱花比较多 它养得起来哦 养得起来 它这个重病 那我们台湾已经把它丢了十年 请了各方的专家但都没有办法抑制 因为一直用农药 用药控制 那其实这不是对的概念 因为土也硬掉了 那老师你去救那个阿里山的樱花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让它们重新活起来 首先就是当然它必须要有外科 因为它有些部位都烂掉了 对 我们帮它做外科帮它修剪 然后最后再帮它做体质调整 做土壤改良 大概一剂之后就恢复了 哇 一剂之后就恢复了 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有树木医这种制度 非常的需要 但是我们的教育就是没有这一部分的老师可以教 失职方面 失职方面非常欠缺 而且都是用原液或者是植病去切入 对 那用植病切入顾名思义就是用药 那用原液的话就是不够大 因为如果说像刚才阿里山的那樱花林 如果我们期待十年之后那樱花林的那个美丽的样子的话 就说已经濒临大家都觉得它是死掉的 樱花它还是可以救 然后如果赵老师刚刚的那种方法一记的话 它就可以有一些活路出来的话 这很值得投资 非常值得 所以我自在帮忙台湾阿里山的樱花恢复之后 我就工程生就我就退出了 我就是为了要协助台湾这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那是台湾大家的回忆 对对对对 那真的太美了 我是想要贡献之后 等全部书都恢复了我就会退出 就交给他们来照顾 可是他们也要懂得照顾 所以我同时也在教导他们如何去照顾他们 是哇真的太棒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访问詹凤春老师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 如果很多的植物有很多的树有很多的花 你的心情应该会得到一些很好的书解 书发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到户外去走走啊 让心情更愉快啊 可是问题是 我们对于这种树木啊花草 好像都不是太理解他们 然后对他们尊重度也不够 那今天这个台湾的第一位女性的树木翼 詹凤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机会教育 就是说树它是有感情的 而且树 感觉好像树会跟老师讲话 是的没错 因为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再加上因为我们平常在帮树木看诊 在看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到底哪里有状况 那虽然树不会讲话 但他从他的肢体 我们大概就知道他痛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们 我跟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方式 肢体 因为我知道他痛在哪就等于我的痛 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们 就是做一个心灵上的交流 那所以这个树看他的知识 然后就大概知道说他哪里有问题 那帮他做一些开刀啊 手术啊 先把一些坏掉了 把它切除掉之后 让他慢慢的成长 那老师您跟树都会讲些什么话 应该说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有一次我做梦梦到 有一排树肚子痛 他说他肚子痛 然后我想说 我早上起来想说 可能我太累了还是怎么样 结果隔了一天 我刚好要去工作 确实就是一排树 开刀之后全部就肚子痛 里面都烂掉 所以真的他肚子痛 那可能是比较泥人话的讲法 但实际上我们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甚至在帮树木做移植的时候 一棵大树 有一天它就长得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们也很担心移植过后 它的根长不出来 还没办法适应这个环境 刚好那天是台风就回家 然后那个晚上就狂风大雨 就隔天一大早树就倒了 倒了之后我们现场的小姐就打电话告诉我 说老师 我们的树倒了怎么办 那其实那个晚上我就做梦梦到这棵树 像人又不像树 他告诉我是它的脚还断了 就真的是脚还断了 所以我们到现场去把它扶正 扶正之后重新养它的根 重新调整体质 活回来了 那活了就活了 而且活得还比其他树还要好 但是这棵树已经超过了至少三十岁以上 超过三十岁以上的树 我们都会把它列为它有灵性的 所以在老师的接触的树木的经验当中 会觉得三十岁以上 其实树木应该是有一些灵性的 那种灵性的感觉是什么 那种灵性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那树下 是可以跟它心电感应的 是可以心电感应的 那老师你看到每一棵树 它需要做治疗 那通常你就会在边帮它 处理一些状况的时候 会边跟它说话 会 当然一定要会 我曾经 那你是默念还是说出来 默念 像有一次我们在上课之后 有学生一群学生告诉我说 老师为什么你是树木医 你现在走到公园都不默树 我回答这位学生说 那请问你一走到路上 看到漂亮的小姐 你会去摸她的屁股吗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在面对树木的时候 我是比较尊重 我会把它当成我的同类 我不觉得她的树 对 尤其大家看到的树 不会乱摸她 对 我不会乱摸她 我要摸她我会告诉她 那我今天要跟她开挖 我会告诉她 我会跟她讲 你忍耐一下 会痛 但你要忍耐一下 就很像医生一样 对对对 做手术的时候 会跟我们提醒说 我等一下要做什么 你可以放心 对 没错 我们现在要开挖 忍耐一下 这是基本的尊重 哇 所以真的 对 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就是跟植物 因为常常我们就说 要去踏青 然后要去什么 树多的地方 然后分多金 什么的 是是是 但尽量就是用一种 尊重的心情面对她 对 没错 尊重 就是尊重 那在老师救赎的 这么长时间当中 有没有一些案例 是让你到现在 印象深刻 或是觉得特别伤心的 或是觉得哇 特别开心的 特别伤心是比较没有 但是特别有意义的是有的 比方说我之前在帮桃园一所小学 救治一棵樱花 那这个旁边的老师 他就非常爱树 他就一直问我说 会不会死 会不会死 我一直跟他说 你不要一直说死 因为树也不爱听到 他也知道他快死了 但是我会在树的旁边 会讲一些鼓励他的话 我跟这位老师说 你不要担心 这棵树一定会活 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活 就算他要死 他会留下他的小朋友 我也会救他的小朋友上来 那这个老师可能 他当下有听下来 听进去 然后也放在心里面 然后我们救完这棵树 不到三个月 完全已经变成一棵正常的樱花树 非常的茂盛 那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救治的时候 学生小学生 全部都会到现场看 下课的时候十分钟 轮流一年级到六年级 都会一群学生就来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命教育 真的耶 而且他们也可以跟树说说话 他才知道说 原来树是要救的 原来我们平常在择枝 我们现在在欺负这棵树 是多么不对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教育 所以他们从这棵树 快死到这棵树 重新恢复成一棵正常的树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段期间 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感受 所以之后这些学生 他写了很多的感想文 对 回馈文 对 这个是我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救树 其实实际上 换一个角度来看 是一个工艺 也是一个推广 真的耶 虽然老师刚刚一开始 有稍微开玩笑说 他比较不喜欢人 喜欢树 但是因为其实 树真的是可以帮助人 很多很多的部分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 你优越的时候 走到大自然 去看看绿叶 分多金 你可能心情就会舒服 对 没错 对 但是 但是我们一般 对于这种树木 对于植物的理解太少 那如果说 我们听众朋友听到今天 到现在觉得很感动 然后想说 那他们家的树 或者说他们社区养的树 有一点点状况的时候 他们该怎么办 因为不可能全台湾人 都找詹老师 是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自己阳台有种一些树的人 千万记得 大概就每两三年 就要换一次涂 全新全半吗 全换 你把它冬天的时候 趁它休眠期的时候 你把它挖起来 然后挖起来之后 赶快换新的涂 因为它要新的养分 它没有办法 你常常一直浇水 那个水会把养分一直带掉 所以那个土也会因为水的关系 慢慢慢慢印掉 变成一个废土的感觉 就是太硬了 它没办法呼吸 所以定期帮它更换 让它吃新鲜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的数据会比较 那这样子换的话 它吃新鲜的土进来 会有一个适应期吗 会的 但是它会越来越强壮 它会适应的 所以几乎就是两三年 都要再换一次土 对 没错 哦 一定要换土的 然后 如果说发现这个树 有一点点好像长不太出叶子 或也长不太出花什么的 那表示它应该是生病的吗 对 那就不用怀疑 就是你的土有问题 可是树木一全台湾也 非常的少 两个 对 一两个而已 两个 那怎么办 它们要找什么人 它们要找什么 应该说 因为一般去找那种什么 景观或什么 它们也没有办法 帮忙解决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 民众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不要动不动 就是肥料 就是农药 先冷静下来 换个土看看 换个土看看 哦 换个土看看 对 换个土看看 那换个土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换个土 尽可能不要很沙 要嘛就很黏 尽量就是 各一半 哦 一半一半 各一半 让它也有空气 也有养分 不要那么极端 因为植物它并不喜欢 那么极端的土壤环境 了解 对 一半一半 一半各半 然后先换个土看看 搞不好它就 它就活起来了 那怎么样可以看到 它好像又有点生命力 又活起来了 应该说换完土之后 过了一季 两三个月 你会发现会发新的芽 就代表它已经适应了 哦 新的芽有出来 表示说它适应了 它已经适应了 那如果换了土之后 观察了两三个月 它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接下来它要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 可能就 它的根会烂掉之类 这个之后就比较难处理了 所以根烂掉 就有点病入高峰 对 没错 最怕就是连吃都没有办法吃 根烂掉 那如果说树干有一些洞啊 或是腐朽的话 那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像梅花树 梅花树大概我们常常看到老树 大概70%甚至50% 树干都烂的 但其实那不耐死的 它还可以继续活 对 因为它光靠树皮的最外层 那一个层它就可以活了 所以不要看到梅花树 那个树干都快没有 怎么还可以活呢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根还是最重要 根是最重要 它的嘴巴是最重要的 所以根要呼吸 不能够让它窒息 对对对 像老师在受访的时候 就会讲到说 有些树干裹小脚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连根生扎的空间都没有 它越来越大 它嘴巴越来越大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把它 植栽学用那么小的时候 它连嘴巴都没办法生扎 就像小朋友一样 它一直上来的嘴巴 是不是越来越吃越来越多 那如果我们一直去线说 你只能永远当小朋友的量 吃的量 那其实就等于 我们现在行道书 植栽学的那个概念 所以是很可怜的 那真的蛮可怜的 对所以我希望政府也可以 想一下 能不能变成一个绿带 真的耶 绿带 而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那现在更糟糕的是 又在推广 就是把那个植栽学 用网子围起来 那它更不能呼吸了 对用一个防根 就是一个挡根板之类的 那个更不能呼吸 那我觉得这个 必须政府面对这件问题 真的耶 因为政府没有树木专家 对但是这个 大家可能不了解树木的生理 我们不能违背自然 台湾的气候 常常有台风 枪风 那自然而然 我们的树都是水平浅根 它会抓地 对 那我们现在要用行道树 把它框起来的时候 那就等于我们自己家的阳台 放了一盆盆栽 才封印直接倒了 它没有办法抓地 真的没有抓地力 对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何必要去破坏这种 自然的法则 对 所以 詹老师看到很多的一些政策 或是看到一些 很可怜的树 你应该会觉得很伤心吧 我确实很伤心 但是 只要经过我的手的树 我一定会全力救它 全力救它 OK 好 那真的耶 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这边 搞不好你也是非常爱这个树木的人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回来 就来请教老师好了 因为老师也是到日本去求学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一段的历程 然后成为这个树木医 那当然他在这个教育很多的学生方面 也是尽量给他最棒的这个知识 然后让这个植物在台湾能够好好的 更好的生活环境 那如果有些民众想要成为树医师 有可能吗 在台湾这个环境有可能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树伟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台湾首位的树木医 詹凤春老师 事实上 今天听了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这个树的一些特质 还有你怎么样去帮树 做一些生病的治疗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专业很专业 是的 也不是什么一般什么园艺科之类会学到的 没错 因为台湾教的是植物生理 是一年生多年生 树木是永年生 它有年轮的 它是永年生 对 所以这一部分的分野台湾是比较弱 那如果就是有人听到老师的故事 觉得很感动 他自己很喜欢树木 他也希望成为那个 帮树木整治的那个树木医的话 台湾有可能吗 台湾是有可能 但是一定要仔细注意一些课程 因为现在政府在推ISA ISA就是数医师 那数医师基本上你不是本科生 你也可以去考 你只要考过200题 然后占了60分左右 你就合格了 那每年你都至少要缴1万块 每三年要更新一次 所以你要缴比较多的钱 那这样的课程是不是能够增进你的知识 那另当别人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国际证照 但是日本的树木医师7年的临床经验 就是医生 而且我们是几乎限定要本科生 那这个树医师呢 你不用本科生 你只要读完那一本书 写完200个选择题 如果考过人就有这张执照 那很多树医师甚至没有拿过剪刀剪素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 那个树医师的意是艺术的意 对对对 他就是可能刚好考过 但是不见得他有真的临床的经验 甚至治疗树木也不是他们会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们像我自己在教这么多的课程 像市政府这些 很多都是树医师来上课的 那我会常常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根本就不足 你们只是专注在修剪 那是美国系统的 但是美国系统的 它本来是要求你必须要 终身学习的一个概念 而不是当这张执照 作为说我就可以出师了 美国把这张执照 当成是一个学习的路口而已 了解 它是入门 它也不是一个终点 对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站在入门了 你就可以去治疗树木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如果用错误的治疗法 它也会医死树木 对没错 所以像阿里山很多人 他甚至之前邀请了很多专家去 有些人是拿火去烤树的 用火去烤树 他是想要把病虫给烧死的 他想要把它烧成碳化 让它变成木乃伊 不要倒 哇 是的 所以这个碳化 其实对樱花树是非常的伤 那老师 你那时候去救阿里山 那片樱花林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樱花 到底被摧残成什么样子 我跟那个承办小姐说 你是叫我来这边判樱花死刑吗 我其实比任何人还痛心 那这些其实都超过百年 那这些被烫化的 他严重到几乎没有办法留第二代 那就算有只能留下一小只 很可怜 所以我现在想办法抢救他们 让他们有下一代 也就是下一个一百年 是 所以等于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 你如果真的要是帮这个树诊治 或是要帮助这个树 可以更健康的成长的话 不能假装当专家啦 是 没错 我觉得应该要诚实一点 要诚实一点 诚实一点 实在一点 因为现在台湾确实也没有这样的书 也没有这样的专业 那如果说你拿着一张树医师执照 你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医生了 千万不要 因为树医师那个艺术的艺儿 他跟树医师 doctor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老师你接下来对于这个树木医的这种执志的话 你还有什么想要去协助的部分吗 我现在在台湾主要是 也自己尝试写很多书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一部分的书 非常非常的少 那其实实际上我并不是很喜欢在台湾演讲或上课 我赶快写书写给你们 你们好好先用功再来说 先教育我们 先让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知识 先读完说再来上课 因为我立志在现场救树 而不是立志在课堂讲课 救树就一科是一科 对没错 而且我现在也是培育很多下一辈 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教他们去救树 但是原则就是你必须真心爱树 若非如此 你没有办法撑过去的 撑不过去 因为其实真的救树也是一条辛苦孤独的道路 对 OK好 那所以老师你的书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吗 主要是给现场第一线的园艺人员参考的 所以一般的民众也是可以阅读吧 也是可以阅读的 而且非常简单易懂 树名叫做 树木医学概论 树木医学概论 对 好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个詹梦春老师 讲到他跟树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就是 爱护他们跟尊敬他们 是的 好 非常谢谢 詹梦春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爱之所定小异 求名